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秘籍尊者 编著 惠明与妙善 录音 法景出版社 制作 礼敬彼世尊 阿罗汉 政治觉者 佛陀略传 第四章 出家修行 出城建道四项 菩萨西达多王子二十九岁时 有一天 他想要前往御花园游园 于是派王家车夫车逆准备马车 车逆备好马车 精心严斥后 以四体骏马来拉车 菩萨登上犹如天宫的马车 起驾前往御花园 在菩萨王子前往御花园的途中 天神们彼此商量说 菩萨西达多王子已经快要成佛 应该为他显示预兆像 促使他出家 于是就请一位天神化身为一个老太龙中 头发全白 牙齿掉落 勾履其身 主张而行的老人 天神所化现的这个老人 只有基达多王子和车夫看得见 看到老人后 菩萨就问车夫 那个人的头发和其他人不同 他是什么样的人 车夫告诉菩萨王子 那个人称为老人 他将不久认识 菩萨王子再问车夫 自己是否也会变老 再得知自己也会变成老人后 便无心有缘 命令车夫返回王宫 静范王得知基达多王子看到老人后 就派部下加强守卫 让王子享受更奢华的生活 以防止王子去出家修行 过了一段时间 菩萨王子再度想要前往御花园游圆 途中王子看到一个天神化现的 生了重病的病人 菩萨就问车夫 那个人的眼睛和其他人不同 他是什么样的人 车夫告诉菩萨王子 那个人称为病人 遭受病苦的折磨 菩萨王子再问车夫 自己是否也会生病 在得知自己也会生病后 便无心有缘 命令车夫返回王宫 静范王得知基达多王子看到病人后 就派部下加强守卫 让王子享受更奢华的生活 以防止王子去出家修行 过了一段时间 菩萨王子再度想要前往御花园游圆 途中王子看到一个天神化现的一群人 抬着担架的死人 菩萨就问车夫 为何有群众聚集在那里 用各种颜色的布盖着的担架是什么 车夫告诉菩萨王子 那个人称为死人 菩萨王子再问车夫 自己是否也会死亡 在得知自己也会死亡后 便无心有缘 命令车夫返回王宫 静范王得知基达多王子看到死人后 就派部下加强守卫 让王子享受更奢华的生活 以防止王子去出家修行 过了一段时间 菩萨王子再度想要前往御花园游圆 图中王子看到一位 天神化现的剃除须发 披着袈裟的出家沙门 菩萨就问车夫 那个人的头与其他人不同 衣着也和其他人不同 他是什么样的人 虽然没有佛陀出现时间 车夫也不知道出家人和出家的功德 但由于天神的威神力 车夫告诉菩萨王子 那个人称为出家人 出家人有善法行 善正行 善行 善福行 不害 悲敏众生 西达多王子听了之后 非常欢喜 就前往那位天神所化现的沙门那里 询问出家的含义和出家的风德 看到天神所化现的四个预兆像后 菩萨升起强烈的耸聚心 决定出家为沙门 这一天是阿沙哈月的月圆日 罗侯罗诞生 当时 耶稣陀罗王妃生了一个儿子 净犯王听到后 就派人去通知 正在御花园享乐的菩萨西达多王子 希望他会高兴 然而 当菩萨听到小王子出生的消息 就感叹地说 障碍出生了 加索出生了 净犯王听到菩萨得知小王子出生的消息后 说出那样的话 就把当出生的孙子 取名为罗侯罗 菩萨回到自己的寝宫 躺在床上 虽然宫中的宫女和舞女 装扮得犹如天女一般 整晚歌唱 跳舞 奏乐 但菩萨如今对歌舞和音乐 已经毫无兴趣 只有燕离 于是便很快地进入梦乡 那些宫女和舞女看到王子已经入睡 心想自己何必如此劳累 于是抱着乐器入睡 但香油灯依然继续燃烧着 菩萨醒来后 在床上盘腿而坐 看到宫女和舞女将乐器散落各处而睡 唾液从口中流出来 有些人打憨 有些人说梦话 有些人披头散发 这是菩萨生起更强烈的艳离之心 于是决定当天就要离宫出家 大出离 菩萨吩咐王家车夫车逆准备骏马 车逆备好监制王家骏马后 菩萨心想 自己出家前应该去看一下当初生的儿子一眼 于是来到耶稣陀罗王妃的寝宫 打开房门 默默地看了一眼 然后骑着前置骏马离宫而去 当时正是西元前595年 阿沙哈月月圆日的中夜时分 菩萨骑着前置骏马 天神把城门打开 祝菩萨出城 菩萨离开王城后 仅仅一个晚上 经过三十游巡的路程 途经释迦国 居立国和摩罗国的三个国度 最后来到阿努摩河畔 菩萨心想 留头发并不适合出家沙门 应该用剑把它们割断 于是就拿剑把自己的头发割断 只留两指宽敞 然后握着割断的发际 抛上空中 决意说 如果我会成佛 愿这头发停在空中 假如不会的话 愿它坠回地上 发术就如花环般 悬在空中 菩萨割断自己的头发后 他的须发就一直维持两指宽敞 直到斑灭盘 都不需要再剔除 修剪 帝是天王以天眼看到菩萨的发术后 把它收纳在一游巡的宝窃 安放在三十三天宫的机关塔中 接着 菩萨心想 我这套家师国生产的景符 对出家沙门来说并不适合 陶师梵天释迦夜佛时代菩萨的好友 当时陶师梵天心想 自己的菩萨好友已经出家 需要袈裟等出家用品 于是降临人间 供养菩萨袈裟 拨 小刀 针 腰带和绿水布的八种纱门必需品 菩萨披上象征阿罗汉的袈裟后 请车夫车逆带着自己的衣物和骏马回王宫 并告知父王和姨母自己安康 车逆在礼敬菩萨后 又绕而去 前置王家骏马 听到菩萨和车逆的对话 得知自己没有机会再见到主人 在离开菩萨的事件后 伤心的死去 投生到三十三天宫 名为前置天子 车逆独自在悲伤中 回到家皮罗未成 菩萨出家后 在阿努比亚芒果园住了七天 得享出家之乐 然后来到王社城 菩萨以优雅的威仪进入王社城 爱家爱户的托波 托完波后 在班达瓦山下的阴凉处永餐 王社城的居民被菩萨的庄严仪表和祥旭威仪 深深的吸引和感动 甚至引起骚动 因此惊动了平皮梭罗王 平皮梭罗王看到菩萨年轻而且仪表庄严 问菩萨出身何处 邀请菩萨住下来 并要把王国给予菩萨治理 但菩萨表明自己对世间的明文立养及各种欲望 毫无兴趣 自己出家修行的目的 是为了成就佛果 因此婉拒平皮梭罗王的邀请 平皮梭罗王得知菩萨没有留下来的意愿后 就请菩萨在成佛后首先来摩截陀国度化自己 然后返回王宫 向两位禅定大师学习 接着我们的菩萨来到阿罗罗加罗摩那里 向他学习禅定 阿罗罗加罗摩 教他修道无所有触定的方法 数天后 菩萨正得无所有触定 虽然能体验到非常寂静 清凉 殊胜的境界 但菩萨发现 这只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还不是真正的解脱 无法断除内心的烦恼 即使阿罗罗加罗摩 想要把一半图众分给菩萨领导 但菩萨为了追求佛道 还是离他而去 接着 菩萨前往玉多加罗摩子那里 玉多加罗摩子教导他 更高的非想非非想触定 数天后 菩萨正得非想非非想触定 但他发现这种定 还是无法断除烦恼 即使玉多加罗摩子 要把整个团体 交给菩萨领导 但菩萨为了追求佛道 还是离他而去 六年苦行 了知禅定不是解脱生死轮回的 究竟方法后 菩萨来到军阵附近的 幽楼平罗森林 修习六年的精寻苦行 菩萨在幽楼平罗修苦行期间 交尘如 拔提 拔波 摩赫那摩赫阿 说是五位沙门前来 侍奉菩萨 并提供简单的生活所需 其实这五位沙门 早在菩萨出生后不久 就相约出家为沙门 等待菩萨长大 出家 成佛 在听到菩萨出家的消息后 他们就出来寻找菩萨 找到菩萨后 他们就是奉着菩萨 在那六年苦行期间 菩萨有时一天只吃一粒米 一粒芝麻 也曾尝试屏住呼吸 修洗止吸法 甚至断食 用个是各样的苦行方法来折磨自己 从菩萨出家以来 菩萨无时无刻地 想要伺机加害菩萨 但由于菩萨未曾升起欲寻 会寻祸害寻的邪思维 使得菩萨找不到加害菩萨的机会 就在菩萨休息六年苦行之时 菩萨再度前来劝菩萨 放弃精勤修行 回去当传伦亡 菩萨看清菩萨的心思 一一造破菩萨的轨迹 当时菩萨降服了摩罗的贪欲 不悦 远离 饥渴 可爱 昏沉睡眠 不畏 怀疑 傲慢强行 贪求明文力养恭敬 何自赞点他的直摩君 听完菩萨不受魔扰的话后 摩罗哑口无言地离开 修了六年的苦行时 菩萨心想 无论过去 现在 未来的沙门或婆罗门 没有人努力修行 所经历的痛苦折磨超越自己 但自己却没有觉悟成佛 菩萨回想自己小时候在农耕节时 坐在颜浮树荫下正得出产的喜乐 认为这是通往觉悟的方法 想到现在自己的身体非常虚弱 不容易获得这种喜乐 于是他决定前往村庄脱坡 以获得修行的体力 因此菩萨放弃苦行 开始食用身体所需的食物 这时正是菩萨成佛前的半个月 由于菩萨改变生活方式 服侍菩萨的五味沙门 误以为菩萨已经开始放异 舍弃精进 再度喜欢回到奢华的生活 不再为正德博果而努力 于是离开菩萨 前往仙人将处的施路院 菩萨五大梦 成佛前一天过了中叶之后 菩萨做了五大梦 这是菩萨即将成佛的预兆 以菩萨梦见自己以大地为闯 以诸山之王的喜马拉雅山为真 左手置于东海 右手置于西海 双脚置于南海 这是他做的第一个梦 于是他将成佛 二菩萨梦见一颗提利亚曼腾植物 从他的肚脐长出来 直到云端 这是他做的第二个梦 于是成佛后 他将向仁天开始八圣导致 三菩萨梦见黑头白躯从双脚爬上来 布满膝盖 这是他做的第三个梦 于是众多穿着白衣的在家人 将终生归一如来 四菩萨梦见四只不同颜色的鸟 从四方飞来 在飞到脚边时 全都变成白色 这是他做的第四个梦 于是沙地利 陀罗门 废舍 守陀罗的四个种性 都可在如来所宣说的法语律中出家 正得无上解脱 五菩萨梦见自己走在一座大分山 却不被分所沾污 这是他做的第五个梦 于是佛陀虽获得袈裟 饮食住处和生病所需的药品资具 但受用这些资具时 不贪爱 不迷恋 不执着 见其过患 也明了初离 做了五大梦后 菩萨总结 我今天必将成佛 不久之后 天破了小 菩萨沐浴身体 离开幽楼平螺森林 来到一棵荣树下 朝向东方 坐在树下 直到托波的时刻到来 当时 荣树被菩萨的声光照耀着 善生夫人 公养乳饭 在幽楼平螺森林附近 有一座名为君镇的小城镇 君镇的大富长者生了一个女儿 名叫善生 善生少女长大后 来到一棵荣树下 向树神祈愿说 如果我能嫁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 投胎又能生个儿子的话 我将每年施舍十万钱来向您献贡 后来她的愿望实现了 因此善生夫人 每年提舍七月的月圆日 都会来到荣树下 公养乳饭还愿 以表达对树神的敬意 其实最初的许愿与献贡 是在二十年前 而耶摄长者子 就是善生夫人的儿子 在佛陀成佛前 耶摄已经结婚 并享受世俗的快乐生活 善生夫人这二十年来 每年都会来荣树下 向树神献贡 以回报如愿得子 在菩萨修苦行的第六年圆满时 善生夫人为了准备 在皮舍七月月圆日 献贡树神的祭品 她先让一千头乳牛吃嫩美的草 然后把那一千头乳牛取得的 乃为五百头乳牛 再把那五百头乳牛取得的 乃为两百五十头乳牛 再把那两百五十头乳牛 取得的乃为一百二十五头乳牛 再把那一百二十五头乳牛 取得的乃为六十四头乳牛 再把那六十四头乳牛 取得的乃为三十二头乳牛 再把那三十二头乳牛 取得的乃为十六头乳牛 再把那十六头乳牛 取得的乃为八头乳牛 经由这样的过程 以获得用来做乳饭的 足够浓稠和营养的牛奶 在提设区月月圆日的这一天 善生夫人怀着今天清晨我要见供祭品的想法起得很早 以期小毒牛还没能接近他们的母亲 不可思议的是 牛奶源源不断地流进容器也没有移出来 看到这个景象 善生夫人亲自将牛奶倒进一个新锅子 亲自生火准备煮乳饭 在煮乳饭的过程中 产生很多泡沫并顺时针旋转 但没有一滴奶溢出来 烟气没有超过火炉的高度 当时 四名天神守护在火炉的四个角落 大饭天在火炉的上方举着散盖 历史天王把木材均匀地放进火炉 让他们充分地燃烧 在两千个岛屿环绕的 四大洲的天神们有如未悬挂在树枝上的风潮 辛勤的惨密般 以他们的微神力采集有一人天的食素 然后把食素放进煮乳饭的锅子中 在其他时刻 天神们会把食素直接放入 佛陀将要放进口中的每一团食物中 只有菩萨即将成佛的那一天 和佛陀即将搬涅槃的那一天是例外的 天神们会将食素放进锅子中 看到一天之中发生这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 善生夫人向她的婢女本娜说 本娜 今天我们的树神好像不同往常 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中 我不曾见过如此不可思议的现象 你赶快去打扫荣树周围 婢女回答说 是的 夫人 于是来到荣树下 菩萨做了五大梦后 心想 今天我必将成佛 到了那天清晨 菩萨灌洗之后 在托波之时来到那棵荣树下 朝向东方而坐 深光笼罩着整棵荣树 当时 婢女看到朝东坐在树下的菩萨 而荣树被菩萨金色的深光笼罩着 心想 今天我们的树神现身了 坐在树下等待亲手接受供养 于是跑回去向善生夫人报告 善生夫人听到婢女的话 非常的欢喜 就任婢女为干女儿 并给她适合新身份的衣物和食品 善生夫人心想 我要把乳饭装在金碗 于是拿出一个价值十万钱的金碗 她把煮好的乳饭倒入金碗 乳饭一滴不胜的倒入金碗 刚好到金碗的边缘 不多也不少 善生夫人用另一个金碗盖着 用白布包好 在装扮妥当后 她把金碗放在头上 恭敬地前往榕树下 当她看到菩萨时 非常的欢喜 认为她就是树神 善生夫人缓慢地恭身前进 把金碗从头上取下来 打开 手上拿着一个装有香水的金水管 走进菩萨 站在一旁 就在善生夫人将要献上乳饭之时 菩萨出家时 陶师梵天供养给菩萨的陶夫不可思议地消失了 看不到波 菩萨伸出右手接取水管 善生夫人再把装有乳饭的金碗放在菩萨手中 菩萨看着善生夫人 善生夫人说 圣尊 我把乳饭和这个金碗都供养您 然后祝愿说 就如我的愿望已经达成 愿您的愿望也能实现 说完就转身离开 对那价值十万钱的金碗 没有丝毫眷恋 菩萨从座位起来 又绕榕树 然后带着装有乳饭的金碗 来到尼连长河畔 沿著名为善助力的玉长 走到河边洗浴处 把金碗放在河岸上 然后沐浴 接着菩萨走到树荫下 朝向东而坐 把金碗的乳饭 捏成四十九个小饭团 然后食用那四十九个小饭团 饭团的营养 刚好可以维持菩萨成佛后 四十九天的所需 在那四十九天期间 佛陀安享禅定和涅槃之乐 不进食 不沐浴 不洗脸 也不大小便利 菩萨在尼连长河畔 食用善生夫人供养的乳饭后 把金碗放在河面上 决议说 如果今天我能成佛 愿这个碗逆流而上 假如不能的话 愿它顺流而下 于是那个碗果真逆流而上 在一个漩涡处下沉后 到达黑龙王的龙宫 金碗刚好撞到另外三个金碗 他们是被拘留孙佛 拘纳韩谋尼佛 何家叶佛用过的 回向雨发愿 我等功德分 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 同得功德分 解脱诸苦恼 获得诸成就 愿此听闻佛法的功德 愿我摧毁诸漏烦恼 愿此听闻佛法的功德 愿成为我正物涅槃的助缘 愿此听闻佛法的功德 愿我直至证悟涅槃皆福欲于人 只听静智者 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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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